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学费 尤其是到国外 像是说来美国留学的学费 然后还要跟大家谈谈是中国在南海有一个秘密武器 那就是沙子 好了 在准备的这几个题目的同时 先来跟大家谈谈 胡安刚超美论 触发清华校友强烈不满 北京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安刚在一份研究报告 这研究报告要加一个引号 就是所谓的研究报告 因为这个研究报告很多人对他越来越质疑 这个研究报告里面说中国的国力已经超出美国了 结果呢 今天在网上有一份这个校友写给清华大学校长邱勇的呼吁书 说胡安刚的这个报告啊 那用纳税人的钱所做出来的是完全不合纳税人的常识的理解 是一份这个误国误民的报告 所以要求学校解除胡安刚的职务 不但解除他的院长职务 而且呢 教授也不能让他做了 这个呢 一天下来将近六百位清华大学校友签名 这个清华的校友说这个报告啊 这个所谓是个研究结论 但是呢 不仅一笑大方 而且呢 为这个让其他的国家对中国产生了戒心 所以呢 校友说他是一个误国误民 那么这个胡安刚啊 自己啊 当初这个研究报告发表之后啊 也有很多人提出来对他的质疑 他当时说呢 他自己呢 是论证了毛泽东当年的预言 胡安刚说他 我认识美国 我研究美国 你以为我就是这个中国的国情专家 我研究的对象是美国 是我们中国要追赶的对象 那么为什么外国人尊重我呢 因为我不迷信他们 我敢说中国是新兴超级大国 他们就尊重你 你说你是孙子 他们就会藐视你 这个是胡安刚啊 当时啊 在当时有人开始怀疑他 这好几个月前这个报告就出来了 有人对他的报告 还有对他的利润基础提出执意的时候 他有刚才这一番谈话 然后呢 这个胡安刚的解释是说 他的这个研究结果啊 是需要勇气的 因为呢 这个很多人呢 是觉得他这个研究啊 是这个不信服他 他说呢 所以他发表这个报告 不只是根据科学基础 还是需要这个个人的气魄 他说其实啊 毛泽东老早就预言了 1956年毛泽东就说的 说再过50年 那按照毛泽东讲的就2006了 如果是60年 那就是2016啊 不管怎么样 毛泽东当时讲不是有这个赶美超英之说吗 所以胡安刚讲 胡安刚的研究 无非就是验证毛主席当年的这个谈话 那胡安刚啊 他所引用的数据啊 和世界上各主要的一些研究机构的数据啊 按照清华校友的说法是严重不符 那么按照胡安刚的这个研究呢 中国已经是全面超越 主体超越美国的时期 这个话怎么讲呢 他是把这个中国的实力啊 分成三个部分 一个是经济实力 一个是科技实力 还有一个是综合实力 他说呢 这个2016年 中国这三大实力啊 都已经超过美国 经济实力是美国的1.15倍 科学实力是美国的1.31倍 综合国力是美国的1.36倍 居世界第一 如果这个到过中国 或者到过美国的人 或者到过其他很多先进国家的人 就可以知道 然后这个数字啊 和事实上是有多么大的差距 那么这个事实上 这个中国的工信部部长啊 就说过了 他说中国在全球制造业 四级梯队当中 中国处于第三梯队 这个第三梯队啊 就距离前面两个梯队 还是远的很了 他说中国要成为制造业强国 还要再等30年 可是胡安刚的说法 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了 谁说的 你们相信呢 好了 这个在自由亚洲电台啊 访问了贵州一位学者 说这个胡安刚啊 是一位教授 但是呢 他这个教授不同于一般的教授 因为呢 他在中国广大网民的心目当中 在国人的心目当中 他是一个反叛角色 他这个教授啊 是一块笑料教授 是这个典型的中国的假大空文化的代表者之一 在现在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呢 现在双方对峙比较强烈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胡安刚是个典型代表 什么典型代表 就是中国不怕美国 中国比美国强 中国跟美国这样下去 中国一定是获胜方 这是这一位这个学者的观点 还有呢 就是成都造家谭作人讲啊 他说啊 你要如果仔细地分析一下胡安刚的言论 你会感到非常可笑 如果说啊 这个共产党这么做一个执政党的财产 超过世界上所有的执政党 那这个可能是对的 但是胡安刚说是中国 现在是世界上最领先的国家 科技实力 经济实力 综合实力都走在美国前头 他说胡安刚教授 何不走出北京一百公里啊 去看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看看呢 在这个城乡周边的老百姓是怎么过生活的 那么就比较不会胡言乱语了 还有一位啊 做过胡安刚学生的人 他讲啊 他说胡安刚的思想啊 和二十年前相去甚远 二十年前的胡安刚啊 主张民主 主张法治 主张宪政 现在胡安刚啊 是跟着当局啊 这个是走在一块 按照这个学生的讲法 胡老师啊 可能性 可能是形式需要 那么这个身为读书人呢 为什么会因为形式需要 而改变了自己求真的 这种学术精神呢 这当然就更是一个 值得深入研究的话题了 好了 我们接下来呢 他跟大家这个 谈另外一个观点呢 就是专访中国的作家冯唐 谈中年油腻畏缩男 说这个在照片里边呢 这个冯唐先生 是黑色打底的T恤 然后是黑灰色 相间的衬衣 然后是深色的牛仔裤 然后是大红色的球鞋 就是一个 这个非常吸引人 让人呢 一眼就难以忘怀的 这么一个造型 那么这个 他呢是参加的 这个香港的书展 然后呢和大家谈 他的一些观点 这个他谈的一个主题呢 就是如何避免成为 一个油腻的中年猥琐男 说这个几百个座位 在香港那个书展上的会场 那是座物续席 大家都来听他讲 里边不少是女性 主持人呢 谈到说到这个猥琐男 这个字眼呢 全场发出一阵哄堂大笑 他主要都是女性 里面也有男性的声音 声音比较小一点 很多男性 也许有诸多的这种顾虑吧 也许总要想想 自己会不会是一个 这个中年油腻猥琐男 或者是我认识的朋友啊 又没有这样的 所以想笑也不好意思 笑得太大声 那么在这个 BBC英国广播公司 有篇文章说 这个和冯唐的作品 所充斥的那种自恋 不太一样 因为冯唐在香港 这个演讲会入座的时候 还带着一点 这个腼腆 有点不好意思 然后呢 这个下面有一个男生 大喊的 太猥琐了 你希望人家 大大方方 你自己这个动作 是不是有点猥琐了 全场又是一个 哄堂大笑 好了 话说啊 这个半年多前呢 封唐写了篇文章 叫做 如何避免成为一个 油腻的中年猥琐男 此后呢 这个油腻中年 就成为中国网络的流行语 并且引发了各界的这种嘲讽和讨论 然后呢 这个 冯唐呢 他说是这个 要让女士啊 更为美 要让女士所期待的世界更为美好 男性啊 特别是中年男性 就应该远离油腻和猥琐 那么 如何远离油腻和猥琐 我封唐给了十条建议 我们读给大家听 是 不要成为胖子 不要停止学习 不要呆着不动 不要当众谈性 不要追忆从前 不要教育晚辈 不要给别人添麻烦 不要停止购物 不要脏兮兮 不要鄙视 和年龄无关的人类习惯 最后面这句话 写成文字比较好懂 翻译成白话 就是说 有些习惯呢 那是跟年龄有关 但是呢 有些和这个年龄 也不一定有关的 这些人类的习惯 有很多人 有他这样的习惯 也许很难改过来 你不要就 怀着一种 这个瞧不起 一种鄙视的眼光 看待他 好了 这个油腻男呢 这个观点 很快地 或者这个词汇 很快地攻占社交媒体 同时呢 也引发很多人反对 很多人觉得 哪里有什么 中年油腻为所难 意思是说 有归有之 但是它并不是 一个普遍的现象 不要用了一个名词 就把多少 这个中国人 都给打倒了 有一次演讲啊 是这个中国 新东方教育集团 创始人 于敏洪 这个于敏洪先生 他自己说 他也是一位 这个中年男性 他说啊 冯唐啊 写这个中年油腻为所难 是冯唐自己陷入了 中年恐惧 有危机感 事实上这个 冯唐也引起点争议 比方说 这个泰戈尔的诗集里边 有一段话 这个是一般 把它翻译做是 世界会在他爱人面前 卸下那么大的遮掩 就是面对爱人的时候啊 大家就会 这个把自己真诚的一面 给这个显露出来 可是呢 这个冯唐把它翻译做说 大千世界 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 后来呢 这个出版这本书的 浙江文艺出版社 说这个书啊 引发了文学界 和翻译界的极大争议 所以呢 就紧急召回了 他这个泰戈尔的这个诗集 好了 这个我们就回到说 如何避免成为一个 油腻的中年猥琐男呢 也有人在这个社群媒体上说啊 哎 冯唐你自己不就是一个 油腻的中年男人吗 当然冯唐一定要为自己 有所辩解了 所以呢 这个就有人问他说 你写这个油腻中年男呢 不是你自己说是一个自省吗 自我反省 你现在反省的如何了 哎呀彭唐说他自己对比一下 大概十条里面能够做到八九条 他说呢 这是这个没有什么黄金标准 是自己的看法 也就是自己的这个反省 首先呢 他说因为我不想胖 所以呢 他就把不要变成胖子 列为这个十条定律的第一条 他有一个这个 非常科学的解释 他说呢 这个肥胖和慢性病啊 是有直接的关联 现在大家都理解 他说不希望老了 变得这个日子过得很惨 所以在中年的时候就格外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尤其他说胖了之后啊 尝尝精神劲儿就没有了 所以呢 这个所谓这个中年化要很小心 他如果呢是代表着你这种这个智慧 你的能力啊 有一个充分发挥的机会 有了一个这个非常充沛的时机 这好 但如果你这个中年化就开始让人觉得你会不会是体型啊 开始变了 或者说你这个习性变了 那这就不好了 所以呢 他说他看到这个在外国有很多七八十岁的人保持的很健康 他说就格外要提醒中国人要避免中年油腻男 他说嘛 一个人两百多公斤的 对不起 两百多斤的 这一体重超过了一百公斤 这样的人呢 这个除非特别高大 一般呢 这就恐怕就不健康 所以呢 他说避免肥胖 是避免成为中年油腻为所难的第一个要项 然后呢 这个很多人就讲到说 这个问的冯唐说 你自己是不是有中年危机啊 所以你特别提出这个观点 他说呢 他这个其实他是跟这个中国的很多问题啊 把他联系在一起 因为呢 很多中国人呢 都有可能会油腻 他说我自己也可能会油腻啊 因为每天面对各种的诱惑 所以呢 这个确实是要自己 常常提醒自己 不要成为中年的这个油腻为所难 后来呢 他说啊 不但是中年 青年也有这种油腻为所的问题 老人也有 女性也有 不同行业的人也有 所以呢 他说是不是中国这个总体的环境啊 比较油腻 你如果是一个很老实的人 很诚信的人 很实事求是的人 你恐怕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 你所希望得到的一些东西 那么如果长出来的东西都是油腻呢 那就这个土地有问题啊 或者是空气或水有问题 这么多的人 不同的年龄 不同的性别 然后不同的行业 都变得比较油腻 哎呦 这恐怕是环境的大问题了 这个 下面有人问到说 这个猥琐到底怎么解释 冯唐有这么一段话 猥琐就是不干净 不明亮 不正直 不阳光 不清爽 不规矩 他说这个当然了 这猥琐本来这个定义也很难说 到底什么样叫做猥琐 或者说怎么样才不是猥琐 但是呢 他最要紧的是说 宁可油腻而成功 哦 那是这个不可以 不油腻而不成功 他说啊 这个 他说如果你有这种想法 这就是一种猥琐 就是说要表现的光明磊落 那么这就是一种 这个脱离了猥琐 或者就不是猥琐 至于成功不成功 和这个猥琐 那并没有直接的关联 好了 这个谈这个猥琐 谈到很多了 最后谈一个 就是人家问冯唐啊 说是中国人有比这个猥琐的问题 还是其他的地方也有这个现象呢 这个冯唐的回答 他说啊 他说我们呢 应该这么想 他说啊 我举一个例子 现在啊 如果这个人到了40多岁 还不到50岁 有男的 有女的 他就不好好学习了 他也放弃对外表的任何要求 这个也许捧头告面 他也不以为意了 还有呢 就是理想就丢掉了 对于追求正义 追求真理 好像他不再觉得 那是一个很光明 很重要的事情 仿佛自己就舒服就好了 或者要什么 自己能拿到手就好了 他说呢 这就是一种危机 他说啊 这个为什么有些人 这个过了这个五十六十 他依然让人家觉得 他是一个这个朝气蓬勃 或者是说年龄啊 这个三四十岁 就让人家觉得 这个木气沉沉 他说这就是你这个心境 是不是一个猥琐 猥琐 是不是这个油腻 他说 也就是他听这个 冯唐这个解释啊 就听到这个 以前的伊丽莎白泰勒 这是著名的这个演艺人员呢 演艺 影星呢 德国奥斯卡讲的 他就讲过 他说呢 年龄是一种心态的问题 这个他说英文讲的 说这个年龄啊 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如果你不在意 你没有成天想着 哎呀我老了不能怎么样 那你就不会真的变老 我们这个 以前跟听众 观众朋友介绍过 说这个西方国家 做过实验 就是如果你 始终保持着一个 比较年轻的心境 你总还想做一些 这个年轻的时候 没有做到的事情 你仍然不放弃你的理想 希望的话 这个人呢 他的心境比较年轻 在生理上啊 也就是更有活力与招力 这也是跟大家来这个分享的 好了 谈完这个冯唐的 避免成为中年油腻为所难 要跟大家谈谈呢 这是 应该是纽约时报的篇文章 说这个中美贸易战 会对中国人的生活 构成什么样的影响 餐桌 学费 房地产 这都是最实际的问题 只有在这个前两天 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 在这个公报里面用了一个 很少用的字眼来形容经济状况 熟悉中国语境的人 不能不难看出来 这个是有特别的意涵的 那就是说 这个公报里面讲到 美中贸易战 有继续扩大升级的危险 需要及时出手 在宏观层面 中美两国经过了多轮交手 让外界现在这个 没有办法了解 接下来究竟会怎么办 然后呢 这个中国现在 在中央政治局 专门讨论这个会议 讨论这个经济议题之后 香港的科技大学 有一篇文章啊 就谈到了说 这一次贸易战超乎寻常 那么升级的很快 很多观察者都没有预见到 那么现在其实对老百姓来讲 最关心的是 它会如何影响到 我们的生活 这个国家的这个数字啊 它究竟代表着什么意涵 一般人呢 不一定会了解 也不一定会感受到 但是一般中国家庭的生活呢 它会受到了这个贸易的如何 怎么样的影响 这恐怕是大家最关心的 这文章想到 首先呢 就是有关于猪肉的价格 会不会上涨 因为呢 这个猪肉的这个饲料 是来自从美国进口的大豆 那么中国在贸易战当中 又对从美国进口的大豆 课程关税 所以猪肉的成本 这个这个饲料的成本上涨 就可能再反映在这个 猪肉的价格上 那么这个中国人吃猪肉 是非常普遍的 于是呢 你在市场上买的很多东西 那就不只是猪肉了 这个你到餐厅的价格 会不会上涨 很多这用猪肉所做的材料 那这些这个食品 会不会价格上涨 还有呢 这个店家他不是卖猪肉的 但是他花在猪肉上的 这个成本增加了 他就要反映在 他自己所卖的 其他的这个成本 产品的成本上和价格上 所以呢 这是不是都可能会影响 中国人在市场上 买东西的时候的价格 然后呢 大家知道这个中国现在 对美国这种反制的措施里边呢 很多都和农业相关 那么在中国的官场上 这样的观点也是说 这个 从农产的价格 农产的这个项目来下手 可以对川普产生比较大的 这个反制作用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的农民和农场 他们这些主人 是这个川普的主要票仓 那么这个所以呢 中国如果在农产品呢 上这个下手 那对这个川普的反制力量 是比较大一些 但是呢 这个这个统计数字显示 中国的总消耗量 这个大豆这个项目中间呢 九成呢 是靠进口 然后呢 这里边的九成里边的这里边 这个 三分之一强 都是来自于美国 所以呢 现在来自美国的大豆 突然 这个加成25%的关税 对于美国这个来讲 那这个现在美国也有种种的计算 川普总统也讲了 大概是要提拨美金多少 200亿吧 是要补贴农民的损失 但是对中国来讲的话 那这一个 一个价格上涨 它可能造成的影响 在其他反应的很多方方面面 这恐怕是中国更会因此而感到忧心的 所以呢 这个在前两天有另外一个报道 他说习近平是不是也在调整做法 这个话怎么讲呢 就是你看呢 现在在这个官媒上要求这个 不要再讲那什么 厉害了我的国这种观点 因为很显然中国并不厉害 还有一个呢 这一个大豆这个项目啊 牵涉到还有什么 豆腐 豆浆 酱油 腐乳 这些呢 豆制品 那里边有多少是和这个价格有关的 还有呢 这个大豆加工之后的这些这个产品 还有它的剩余产品 还有提炼之后的这个 这个丰富蛋白质的高营养的这些产品 这下子对于这个中国的到市场上买东西的这个价格 那可能都会影响 那么这个专家现在有种种的这个计算呢 但是这个不管是多是少 这恐怕往上走 这是个必然的趋势 那么谈到这个价格往上 就不能不谈到另外一个 就是人民币往下走 好了 那结果就是到美国留学 就得多掏一点钱呢 有专家说 这个可能啊 到美国来留学 得多带三万块钱的人民币 八月底啊 就是这个美国大学的开学季了 那么今年呢 到美国来留学的中国学生啊 因为现在央行啊 对这个人民币啊 他已经是让他将往下走 这个昨天我们在节目中间谈到过 说在这个三月份的时候 一美元换人民币是差不多6.3左右 现在换到了6.84啊 所以从这个 讲到了7月27号人民币汇率啊 比4月2号 那就是两个半月前的人民币的汇率的币值啊 下降了7.2% 这个中国的专家普遍认为 人民币啊 是中国在这场贸易战当中的子弹 那么这个中国其实啊 这个也有很多的顾虑啊 并不一定愿意让人民币这样子贬法子 那么这个对中国自己的这个物价 都会造成影响 可是呢 你如果单纯的考虑到和美国之间的贸易的话 那么人民币贬值有助于提振出口 这个人民币贬值比起其他国家的产品 这个中国的产品就变得更为便宜了 所以就可以卖得更多一些吧 那么这就是这个人民币啊 现在这个汇率啊一直往下走 最主要的原因 当然人民币贬值还有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可能激发资本外流 或者给资产泡沫带来很大的压力 不管怎么样呢 这个对于一般人民来讲 那到海外的消费 那就出现大问题了 芝加哥大学这个一年的学费啊 是美金五万多 佛罗里达大学的一年的这个是美金三万多 那不管怎么样你现在这个交学费的时候 你是要拿这个人民币来换成美金 而这个人民币贬值就意味着你必须拿更多的人民币来换美金 这让人想到在八几年的时候吧 那个时候这个日本南韩台湾这几个国家对美国的这个顺差非常大 美国就要求这几个国家一定要想办法让这个货币升值 以台湾来讲台湾的一直和美元的这个汇率 差不多就是40块新台币对一块美元 后来呢差不多变成30块了换一块美元 甚至还到过25 6块换一块美元 这什么意思呢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要这个出国观光 你比方讲你准备一千块钱美金来美国买点好吃的这个有意思的东西 想带回台湾准备一千块美金 好了 以前呢为的是一千块钱美金 你得要拿四万块新台币到银行换这一千块美金 后来呢就只要三万块钱的新台币就可以换一千块钱美金 你想那省了多少钱 后来两万多就可以换到一千块钱美金 那相反的 那么现在这个中国人要出国 尤其是我们刚才讲的八月底啊 美国的学校开学了 你得带多少新的 你得带多少的这个美金 这个数字没有变呢 美国的学费只会涨的 不间谍的 那你在中国你得多拿多花多少人民币 才能换到这个跟过去等值的这个美金呢 这个始于说这个中美贸易战 中国祭出了货币 这个汇率的这个政策 对于到美国来留学来美国观光来美国考察 总之是要来美国花钱的 这个麻烦就这个负担就比较重了 那么再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在中国现在这个央行啊 现在是这个出现了有记录以来啊 最大的这个单日操作被这个被称之为这个放水啊 或者是这个送蛋糕 就是呢这个这个在这个官方所发布的这个报告里边呢 稳杠杆成为下一阶段目标 那么这是一种相对宽松的政策 在2015年的时候出现过这种相对宽松的政策 结果呢就钱就市面上的钱就多了 所以这个房价就因此上涨了 那么现在就有人担心会不会带来新一轮的上涨 那么这个开头提到了中央政治局开会前几天得到的结论 其中一个是坚决遏制房价上涨 好了这个媒体啊 特别是在这个网路上就反复解读 什么叫做坚决遏制房价上涨 那就是因为担心房价会上涨 或者说已经出现了上涨蠢蠢欲动这种态势 现在官方要用行政力量来设法 不要让这个房价上涨 然而这个房价是不是真的就不上涨呢 或者说是这个市场上的价格 是不是完全靠这个行政力量就可以掌控得住呢 这个也都是有疑问的 总之呢就是对这个中国人民来讲 现在的这个中美贸易战 对很多人的这个生活会造成影响 或者对很多人来讲 本来想这个攒钱买房子 那么现在呢至少到目前看来 可能这个风险会更大一些 所谓风险就是说 你现在就必须要花更多的功夫去攒这个钱 可是呢这个在你现在这个物价有可能会上涨 或者某些产品的价格会上涨 你要攒钱相对的也就是更困难了 好了这个最后来跟大家谈谈是这个美中 在南海的博弈或者说是中国在南海的这个扩张啊 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沙子 这话怎么讲呢在这个中国现在掌握了这个自然资源 沙子而且中国现在开始就已经这个下水了 那就是这个最大规模的这种这个挖沙的这个船只 为什么呢这个南海地区 它所拥有的这个资源 如果呢你能够在那个地方 占有一个这个岛礁 那当然呢这个周边的所谓的这个经济海域 至少你可以宣称 虽然国际上未必承认 但你至少可以宣称这是你有这个经济海域 那你不能画一个船你说你有周边的海域 所以你如何成立一个岛 所谓成立一个岛 就是建起一个岛礁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那么这个在中国之外 还有其他的好几个国家 包含了这个越南的马来西亚 菲律宾的台湾的在这个地方 都是这个对于某些岛礁啊 他有这个主权宣称 这样的这个各方 那么这个中国现在的这个年度输菌能力 在这方面呢 现在是不断的增加 什么叫输菌能力 也就是从水下挖出的泥沙数量 说这个从公元2000年以来 中国这方面的能力增加了两倍以上 比任何国家都要多 而且中国现在有这个挖船 挖泥的这个舰队一样 这个他可以从海底上啊 挖出来几百万顿的沙子 然后呢就等于是建了一个新的岛屿 你从这个照片上可以看得出来 这种挖沙的工程啊 这个因为他的现代化的技术 因为他的这个挖沙的能量 所以呢他这个喷出来这个沙 这个看起来真是非常壮观的 他也可以因为种种的这个技术先进 他可以比较精准的 把这个沙摆到他所要预定的这个位置 那么现在这个 在这个叫天空号这个挖沙船呢 船长超过两百一十米 你两百一十米什么意思 你要把它竖起来 差不多是一栋六十层的楼啊 而且他这个挖沙的能力 他可以从水下一百五十米的地方 把沙子挖出来 那这个很多国家都希望利用这样的挖沙船呢 能够让自己的这个海边的面积大一点 包含这个中东国家 新加坡都是如此 就让他们的这个可以使用的土地啊 能够更大一些 而中国的这个挖沙船呢 那最大的好处就是在南海挖沙 然后填出新的岛屿 或者是使原先的这个很小的岛屿 能够扩大的面积 扩大面积之后呢 他就可以在这边有更大的运作的空间 甚至可以有军事上的部署 但是这个也引发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会不会破坏了自然环境 刚才讲 你从下面一百多公尺的地方挖出来的沙 然后呢挖出来上百万顿万顿的沙 这原先这个岛屿啊 是不是适合摆这些沙 或者对海底的环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现在也有美国的专家说 那有这个珊瑚礁 因此啊就快速的就消失了 你要等这个珊瑚消失之后 你也有一天 期待它再重建起来 那恐怕又是这个几十万年上百万年的 所以呢这个人类啊 在使用各样科技啊 满足于自己的需求的同时 恐怕也应该更多的想一想 对于周边的环境 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 好的 世界的中国今天就为您进行到这儿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明镜新闻台 明镜新闻 掌握世界 及时收看新闻大事 请立即订阅明镜 明镜新闻台 明镜新闻台 明镜新闻台